之前大家都知道流感盛行 那么对于流感的认识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不可以采取积极的预防有效的措施 这个我以为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远的不说 我们说1918年 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 据史料记载 光死亡人数数百万人 那么在我们国家 在1918年近随两地瘟疫流行 中医没有流感这个词 我们管它叫瘟疫 近就是今天的山西 随是河北 那么什么叫瘟疫 大家可以记一下 一人受之为之瘟 也就是说我得了而不传染于人 这个叫瘟疫 一方受之为之疫 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具很强的传染性 我们称之为疫 所以叫疫情 这个瘟与疫 在字面上 古人对它是分得非常清楚 那么1918年 这场瘟疫 在当时有一句歌谣 这句歌谣是怎么说的呢 叫 今夕 聚首言欢 明昭 人鬼抑郁 今天哥俩还一块 还谈笑风生 明天就走了一个 据史料记载 当时1918年的廊房 很厉害 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的死掉 那么当时的政府 当时派医疗队 深入农村 开展防疫工作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 由政府派医疗队 而且是中医的医疗队 深入农村 有史以来第一次 那么这五个人 就是在当时率领医疗队 深入农村的这五个人 一个叫杨昊如 就是北京 以前有个外城官医院 也是唯一的一家医院 外城官医院的医长 什么叫医长 就是院长 那么还有一位 就是孔伯华 那就是我的祖父 当年我祖父的祖父 祖父才三师出头 还有一位 就叫张菊仁 张菊仁也是温病大甲 很有名 1956年北京 成立中医医院的时候 就是今天的北京市 宽阶中医院第一任的副院长 这周恩来亲自来任命 当时的院长叫葛英武 他是军代表 那么还有一位叫陈其董 就是前卿的汉领 另外一位叫陈伯阳 这当时清宫的一个太医 我这有一张照片 我们大家可以看 那么陈伯亚的胡子 已经就到这了 在这场防疫工作中 劳力劳心 因功寻职 这是1918年的这么一个防疫 那么其结果是取得了 非常非常好的疗效 事后 共同著有一部传染病学专著 叫传染病八种政治西医诗 诗卷 这本书现在在北京图书馆里边有 那么后来就是解放后 到了1956年 1956年 就55年56年这两年 在当时北京和保定 流行性乙行脑炎唱剧 死亡率极高 那么这种情况下 55年我祖父已经去世了 后来周恩来从里来找到了也是我国的一个中医大家 叫浦甫州 浦老先生 找到了浦甫州 浦甫州根据保定 根据北京的这些情况 就用的一个中药里边有一个处方 我们叫白虎汤 它是记载在《伤寒杂病论》里边的 以白虎汤作为一个基础 这根据当时的气候条件 以及根据当时的病症情况 因时 因地 因人 质疑 化财 使用 结果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这是在1956年 然后呢 我们再说说2003年的非典 2003年的非典 这个众所周知 实际上用中医中药来防治非典的疗效 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 应该说归功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 邓老 邓老今年已经90多岁了 那么中医对非典的认识 对流感的认识 对 这些传染病的认识 我们古人 没有显微境 我们古人不知道什么叫病毒 但是我们在 很早以前 我们就认识到天地之间 有一种不正常的气候 有一种不正常的气 这个气我们称之为利气 利气对人体是有害的 那么实践证明中医对传染病的防治 对传染病的治疗 它的疗效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尤其是针对传染病 温热性疾病的高热和发热 所以黄金内经有这么一句话 叫风雨寒热不得虚 邪不能毒伤人 什么意思呢 没家贼引不来外归 你看我在中央电视台 我看过一个节目 很有意思 它是描述的一个狼族的一个 就是狼 狼的一个故事 狼它有自己的领地 它在领地里边每天它要巡视 一个是通过它的小便 来划分它的领地 来标识它的记号 再有一个更重要的 它要将领地里边 哪些动物是我现在可以捕捉 来作为我食物的 哪些是我不能够来捕捉的 为什么它首先去抓的东西是老落病残 一闻这个味我就知道它老了 一闻它的味我就知道它有病 那么这种动物是我最好捕捉的 自然界它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中医为了预防外感的发生 我们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老祖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 我们发现 人之所以感受外感 它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阴虚 内热是导致外感病发生的内在原因 那么什么是阴虚 什么是内热 内热实际上 你体内并不是说真有热 你体内并不是说真有火 我们是用热和火来形容这种功能上的变化 那么什么叫阴虚 我在这里主要是指的人的肝肾阴虚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你的精血不足了 所以老年人往往是精血不足 而青壮年往往是内热过剩 这是一个规律 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两个预防流感的小处方 这两个处方应该说是来源于我祖父 经过我父亲的修改 在2003年非典时候 他也将这两个方子来贡献出来 那么针对今年的气候的特点 因为今年的气候 实际上它是一个以湿为主的一个气候 这个又牵涉到五云六气学说了 比较复杂 因为今年是太乙天府年 那么今年是气候主湿 根据这个特点 我又将这两个方子来进行了一个加减 那么在这里 来给大家来贡献出来 这两个不是密方 是验方 强调一下 它对流感有没有治疗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不谈 我们只说 它可以将你体内的热 可以将你体内的湿 将它去掉 来在家里边 我们加固一层保护膜 以抵御一切外感疾病的发生 会起到一个积极的预防作用 而且这两个厨房里边 全部是石油同源类的饰品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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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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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一下 这两个处方是这样 这两个处方 我们监督的时间不要太长 另外这两个厨房里边 大家看 有很多都是仙药 像仙货香 仙配兰 这些仙药就好比我今天喝的这个茶 这个茶它是新茶 大家这都知道 这么好的茶 这么好的新茶 如果你用沸水去煎煮一个小时 这个茶还能喝吗 我们两个厨房里边的仙药 煎煮15分钟就够了 如果你煎煮时间长了 它的香气它就没有了 就不能将你体内的浊气 通过香气 香者散也来带出体外 那么这一讲 主要的是谈论一下外感 那么也谈了一个阴虚内热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阴虚 什么是内热 那么在下一讲 我们再做一 就进一步的分析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孔老师 同时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